欢迎大家来到破克列传 上周我们有这个《尖样三宝》片 是 《尖样三宝》 是 三副三副牌一起 转销三兄弟 吃了这个宝字 我们的破克列传拍摄顾问阿宝 不如做一个都和宝字有关的 是 宝导 宝导片 那我们就找来我们的特别嘉宾 是 刚刚昨天在宝导下机的Carol 宝导最新的情况怎么样 好不好玩 都挺好玩的 是 好 有没有去到宝导最高的建筑物呢 101 是 没有了 太危险了 为什么 所以我就为大家介绍这个101的 太危险 啪啪 好 这副就是它旧版的 新台币280元 是 是 是 有趣的地方是 它那个贴纸是贴了一个胶袋 外面 还有后面它是有RFID防导标签 是这里的 那这个是一个铁不合的造型 哦 哎 丢本的 为什麽丢本的呢 由你解释一下 有铁 那你又可以丢本的 所以这副牌应该是很差的 哈哈哈哈 所以 就是一分錢 不會每樣東西都漂亮 台灣啤牌有個特色 就是台灣人是很喜歡用塑膠的 這副牌全副都是塑膠的 但是樣子就差一點 有沒有標示到它是一副101的啤牌呢? 有啊 那盒 還有後面的背面 是這麼多 沒有啦 好像不太清 為什麼呢? 是不是一天印膠面呢? 一來也是 好像不夠像素 那張照片都蒙了 是嗎? 好 好 所以呢 Fan都Fan到的 好處下雨可以玩 掀著去 好 這裏這副 還有也介紹一下 它裏面都放本的 那個膠套 其實它又弄了這個膠位 你吃著呢 做什麼呢? 你覺得也是不行 是不行 那好吧 我們專門去 那 Hup 可能可以 Hup 反而漂亮 這個設計也漂亮 是啊 其實我寧願它不要拍照 是嗎? 用這個設計 所以可能也有很多人給我這個意見 因為這個都是2012年的出品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去到2014-15年就是這個產品 嗯 那就是一套的 日景夜景 那不如Carol你開吧 那它用了這個雲像的圖案 那還有它就不再是這個 Bridge Size E團 不是我都是Bridge Size 還以為它有進步 哈哈 好啦 那開來 那應該就沒有相片的 這個盒子就漂亮一點的 我覺得 嗯 這個盒子就漂亮一點的 設計漂亮一點 設計漂亮一點 那就 那 那 好 好 我拍一杯就是這樣 你這個就放煙花 紙質也是差 嗯 那還有它就有那些 不是它一張不同的照片 是 就是這裡是全部 五十二張 不同的 台北的 日景夜景都是有 你那些呢 都是是嗎 一樣 一夜一日 看一下先 看一下先 一樣啊 是啊 一樣 一樣啊 哇 那很差啊 還有 真的換個盒而已 你真的要是要是 一個日景一個夜景 那些照片都是普普通通的 是嗎 我剛才看到一兩張漂亮 還有一張黑白拍得不錯 這個OK 像日本 然後 其實我這些普通的照片 都是 就是看一副就等於 看兩副 扮日本 紅森七 你隨便抽一塊出來 紅森七 是 一樣啊 應該都是一樣的 是 完全一樣 唉 所以 令人失望 我反而覺得這幾隻小鬼 可以大搞 是 這個是它 因為它上面要 就是 弄颱風 避震那些 那些 那些千斤淡 都放上去 但是就 兩副泥雞呢 你覺得哪一副好一點呢 其實 那我呢 因為這個面子好一點 是 就是以貨論貨 我作為一個 啤牌收藏家 其實收這副就 就好過收 就好過這副的 好 謝謝Carol 好